泡泡实验室 智慧树星球新的一天开始啦 泡泡实验室里又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躺起来 躺起来 好好啦 又被你找到了 阿尔法蛋 小咕咚有点饿了 你想吃蛋吗 煮蛋还是煎蛋 咕噜咕噜 阿尔法蛋是小咕咚的好朋友 小咕咚不会吃阿尔法蛋的 小咕咚 阿尔法蛋 周到点博士 你好 你怎么知道小咕咚肚子饿了呀 快让小咕咚吃苹果吧 这个苹果 这个苹果给你一半 给阿尔法蛋一半 不过小咕咚等一下 这个苹果不是给你们吃的 是做实验用的 知道点博士需要你和阿尔法蛋 观察这两半苹果会有什么变化 知道点博士再去果园 给你们摘一点苹果好不好 好啊 好啊 阿尔法蛋 阿尔法蛋 为什么小咕咚的苹果 你变黄了 你的没有变化呢 小咕咚 你提的这个问题 正是知道点博士做实验的目的 小咕咚 小咕咚 我给你摘回苹果了 快看 啊 两个大苹果 谢谢知道点博士 不客气 知道点博士 为什么小咕咚的这一半苹果变黄了 阿尔法蛋的并没有变呢 看来我的实验成功了 这是为什么呀 想知道为什么 那就和我一起去泡泡实验室 让我做给你们看吧 好 好 亲爱的小朋友快来吧 神奇的誓言正在呼唤你 他学的誓言让我熬你 我们大家一起探索去 我们欢迎你 快快来这里 啦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 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 小嘉宾 小嘉宾 汪盛义 今年七岁 小嘉宾 崔岳怡 今年五岁 小嘉宾 李星瑶 今年七岁 小嘉宾 陶岳同 今年五岁 还有来到泡泡实验室 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旦 独家冠名播出 同时切开的 为什么这个是有点变黄变深了 这个却没有什么变化呢 哈哈 比不比不 绿泡泡 因为我在这里加入了一点神奇的硬 啊 对了 那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奥秘 这样吧 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来玩一个科学游戏 来找找其中的原因 小朋友们看 在这摆了一个大大的鱼缸 那里边有什么颜色的液体啊 红色 红色的啊 挺深的对不对啊 对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玻璃球 里面啊 只有一个是红颜色的 剩下的呢 都是其他的颜色 我把它们全部倒进去啊 我现在要倒了 几乎看不太清楚了 对 绿泡泡 那个红色的肯定找不着了 你们觉得你们凭肉眼来看 能找到那个红色的玻璃球吗 找不着 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颜色跟这个液体的颜色怎么样啊 很像 很像 对不对啊 那有什么好办法 能够让大家 从中找到那个红色的玻璃球吗 可以用手捞出来 我觉得可以把水都倒出来 我觉得把水变轻了就能捞起来了 绿泡泡 我要加入一些神秘的粉末 等会儿 你是不是要放面粉进去啊 不是 这个是一个神奇的我的秘密武器 等放进去了呢 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 来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好 然后我们来给它搅拌一下 好 好 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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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小朋友们 颜色 很奇怪啊 这样的话呢 我离近一看 哦 就能够看到这些玻璃球的颜色了 好 好 维生素C的粉末 嗯 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完原的功效 现在在你们的面前呢 分别有一杯这样的加了点酒的液体 我们呢也分别有一些维C的粉末 现在请小朋友把它倒进去 我们来试一试 倒进去以后 拿这个筷子搅拌一下 哇 效果太明显了啊 瞬间就改变了啊 好 来 我们给自己鼓鼓掌 那之所以这个苹果有一半颜色变深了一半没变 也是 维生素C 好的 那就让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出我们的科学口号 一起来说 科学泡泡 动手动脑 信心观察 探索奥妙 欢迎回来 狼目主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目进口儿童牛奶 为了进一步的来让大家看一看维生素C的这个神奇功效 我们再来玩一个科学游戏啊 在我们的面前呢有这样的一杯溶液 它是玉米淀粉溶液 大家告诉我现在是什么颜色呀 白色 有点白色啊 好 那么另外这一杯呢是点酒溶液 好 我现在呢把这两杯溶液混合在一起 我们看一看 原来的颜色会发生什么改变啊 诶 哇 哇 变成了 紫色 颜色是发生了变化啊 那你们猜 再把维生素C倒进去 还能够还原吗 我觉得不可以 咱们来试试吧 好吧 来 来 搅拌一下 小童们仔细看 但是不能完全变完 慢慢的 变成了浅粉色 对 有没有完全变成原来的颜色呀 没有 但是 是不是和原来的颜色呢 是比较接近了 对不对啊 那说明它还是有一些还原效果的啊 对 那我们请我们的几位小朋友也来试一试吧 我们看到两位小朋友 由于到的这个点酒溶液的量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它们呈现出来的两倍液体的颜色呢 也不完全一样 不过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种颜色经过维生素C的还原之后 会改变成什么颜色 我们看到得到的颜色呢也是略有不同 说明呢 维生素C是有还原作用的啊 但是呢 可能根据我们这个 得到的这个颜色的深浅的不同 还原的效果 不是完全相同的 对 但是很接近了 对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神奇的维生素C 其实呢 我们人体啊 是需要大量的维生素C的 但是呢 小朋友呢 可不要直接服用这个维生素C的药片 其实在很多的蔬菜水果当中 都富含有维生素C 哦 绿爸爸我知道 比如我爱吃的橙子 樱桃还有甜椒 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说的没错 哦 我想起来了 维生素C还有一项本领 我现在要去我的实验室做实验了 啊 还有一项本领啊 对 再见维爸爸 再见小朋友们 嗯 再见 小朋友们 今天知道点博士 要在这个神奇的厨房里 和你们玩一个有趣的科学游戏 就是用维生素C 消除自然水中的云绿 哦 有的小朋友问我 什么是鱼绿呢 阿尔法达 阿达 给小朋友们解释一下吧 鱼绿是指水经过加绿消毒 接触一定时间后 水中所预留的有效率 自然水中必须保持一定量的鱼绿 以确保饮用水的微生物指标安全 但是 糖绿和有机酸反应 就会产生许多致癌物 对人体造成伤害 接下来 知道点博士 要拿出一个鱼绿测试纸 然后 在水里沾一下 像这样 让我们来看看 它的颜色会有什么变化吧 蓝色越深 说明自然水中的鱼绿含量越高 现在 让我 拿出一瓶 维生素C的药片 让我把它碾碎 大功告成 现在 我再用鱼绿测试纸 来测试一下 再试试一下 是指不再呈现蓝色 说明水中鱼绿已被途径 怎么样 小朋友 知道点博士的科学游戏 是不是很有趣 我知道点博士 才是知道一点点的 欢迎回来 蓝目是一产品为陪伴三代人 品质可放心的 南山辈会幼儿奶粉 今天呢 我们的四位小朋友 表现的都很棒 小朋友呢 将获得我们栏目 送出的奖品 本栏目奖品 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蛋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奥姆牛奶 以及陪伴三代人 品质可放心的 南山辈会幼儿奶粉提供 小朋友们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 鼓励一下自己